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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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怕是他想治人 却反治于人 不过这屋中原本就只有 二唐主和魏清城 除非昨夜 有人躲过你的视线闯了进来 否则的话就只可能 杏兰根本没有死 是他磨坏了这一切 他还故意在凶手的背上 修上和自己一样的图案 假装自己被害 然后讨治杨阳 没错 你们看 这里有九字 这怎么会有九字啊 是有人故意撒在这儿了 也就表示 魏清愁早就知道这酒有问题 但他却一直没说 很可能酒中的药 是被俄岳自己所加 俄岳呢带着暗器前进这个新房 想对魏清愁下手 却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被魏清愁所粉上 可是我一直守在外面 这俄岳是怎么进来的 若说我没有猜错的话 新婚之夜离数繁多 来往的人自然也多 说不定这个俄岳来不知新房之事 就从未离开过 俄岳先埋伏在了屋里 在酒里下了药 才伺机袭击魏清愁 可魏清愁回到房间之后 发现了端倪 于是将计究计 甲义喝了酒准备救济 才伺机反杀额月 我之前就在想 若是打斗仙 撞到这个梳妆台 不是应该梳妆台 竞价连这镜子一块倒下吗 为何前两者 都能稳稳当当的 唯独这个镜子 却掉了下来 你是说 这镜子是魏清愁 拿来杀额月的工具 魏清愁将何姑娘扶到床上后 假装去拿镜子来整理自己 额月以为这时的魏清愁 已经中了酒中迷药 于是准备下手 但魏清愁其实早就察觉了 额月的一举一用 你今天没见过 还能够吗 我会不会说 我去干什么 你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